声音都OK吗?周老师声音大家都能听见吧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来到百奥智慧单细胞云和堂 昨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了单细胞转动组分析的基本通时 今天我们更进一步 向大家详细介绍 细胞类型鉴定的策略和工具 今天的课程大约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还是有15分钟的后续答疑时间 课程还是由我们的百奥智慧高级声信科学家周永来主讲 他曾参与超过150个单细胞数据分析项目 是简书平台上的创作者 在该平台发布单细胞相关吞维超过200天 他还是公众号声信技能数的核心成员 以及公众号单细胞天地的公告人 好了 下面有请又来 各位老师好 今天下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细胞身份的识别的时候 所用的一些方法和我们这边的一些思考 只有从一下五个方面来去展开 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想一思考一下什么是细胞类型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说 在单细胞的那个收集分析的框架之下 细胞类型是怎样呈现出来的 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我们有哪些的鲜艳知识 可以用来去鉴定我们的细胞类型 然后第四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哪些工具 就是方法已经开发出来的 可以为我们使用 第五种的话我们就是回顾一下 在这些方法之后 我们如何再看待单细胞视野下的一个细胞的一些身份 我们知道单细胞技术的话 它带来一项挑战就是说 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是不同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主要如果说在时间上允许的话 我们主要想去找 其实每个细胞 我们都能找它的一些特异之处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说对我们传统的细胞类型 这个概念的话是有些挑战的 这在我们17年的时候 我们著名的生物学家曾经在The Scientist 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 就说如何去识别细胞类型 他当然在这里面就提到了 我们单细胞技术的一个应用 就说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传统的 就是通过我们的CDMarker去 建议抽象细胞类型之内 其实每一个它细胞类型内部 还是有一些意志性的 这是我们单细胞的一个就算优势 就是它能够从单个细胞水平上来去解释 这种意志性 那这也对我们也是一种挑战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理解 甚至如何去建议这种 每一种新出现的 或者说之前没有被认识到的细胞类型呢 那么问题回到我们就是说 关于细胞类型的理解上面 其实细胞类型它是一个比较 在生物体里面比较基本的概念 就是它是和我们生物体的 就是一个细胞它的分化 还有一个细胞它同样的细胞 它可能处在不同的组织内部 比如说气细胞它处在不同的组织内部的话 可能会分化不同的方向 就是受到不同的外界的影响也是一样的 还有每个细胞 还有它的分裂周期 还有分裂状态也不一样 它也会导致它的一个不同 那么 再一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就像下面这张图书馆一样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所有的生物信息 生物的信息就是说比如说成一本一个图书馆 每一个细胞就在都从图书馆里面去借书去阅读 每个人阅读的书不一样 那导致他们本身也有些差异 就是导致他们可能会 就像我们学不同的专业一样 学生物有些计算机 还到社会上可能有了不同的身份 而这个身份其实是和他们之前所接触的一些 知识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知识在我们这边 就是特别是单细胞长组组的话 其实就是它所选择性特意表达的一些基因 那这边一张卡通图 就是说大致上就是描绘了我们传统一致的 这种细胞类型 基本上我们像我们说的有些大类 它是从我们发育的角度 就看这一个细胞类型的分化的过程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单细胞水平上面也可以 就是说用一些经典的macro 把这些大类先定义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进行一个后续的分析 那这边有个可以看到 其实细胞的分化的话 它是分为两个主要的分支的 有时候是这两类的话 就一只棉细胞 还有身体不有的 这样的话是虽然是同处于我们的生物体内 但他们的其实特性是不一样的 让我们在单细胞的视野下 如何去理解这种细胞类型呢 所以我们可能在数据分析过程当中 首先第一步就是QC 其实我们会识别每一个细胞 它的基因数量 它的基因的表达数量 还有一个它的某些特征基因 比如说线体基因 它表达情况 那这样的话就是 也可以识别出细胞的身份 我们说如果说 线体的含量特别高的话 那这类细胞可能是一种 我们说 细胞状态不好 或者细胞活性不很好 我需要进行QC过滤掉 对吧 所以这也是 就是说识别细胞身份的一个手段 一个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 其实细胞 它在生物体内的话 是处在不同的一个分化状态的 就是虽然有些比如说神经细胞的话 可能是分化 不会有这些 再进行二次的有时分裂 但是大部分细胞的话 它是有一些 实际上不同的分裂时期 那这边它也可以反映出细胞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可能2020年以来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新冠病毒 它感染人感染生物体之后 它进入到最终菌的影响 那个细胞的一个每个细胞 比如说免疫细胞 它的基因的一个选择性的表达 当然可能会形成我们的就是免疫组库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影响 它里面的每一种细胞类型也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新冠的 关系新冠的文章这么多 因为每一种细胞类型 每一种细胞的话 它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 它的响应是不同的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理解细胞类型的时候 在我们数据分析当中 可能会遇到就是 你像概念一个叫聚类 我们可能把我们很多 一对包括标签的细胞 然后把它聚成不同的 数量的类别 然后每个就建名建成的细胞类型 那建立细胞类型的可能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每个类型 一个和我们已经知道这些 生物体内的细胞类型进行一个 分类就是collification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其实分类是要有一些知识储备的 就是我们要把哪些class零 区分到哪一个 这两个的话就说明显的区别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 左边这张图的话 还是分类剧烈的结果 所以我们知道 可能是有从零开始 第零群到第八群 每个群有个标签 但是标签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当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B细胞 它有几个经典的marker cd19 还有所有T细胞的marker 我们把marker画出来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群细胞的话 就第三群的话 我们画它的一些marker之后 我发现这些经典的marker都在这个群里面 是高表达的 15006个是吧 这些我们更加相信它 是我们的B细胞 对吧 可能是这样的 就它我们看到marker是怎么表达的 然后来去对我们的剧类结果 进行一个分类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 可能基于marker定义的时候 我们会回到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marker基因 一个叫差异基因 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拿到第一手的支持是差异基因 就是我们 首先做群和群之间的差异 然后得到是差异基因 那marker基因是我们经过精确的 就是说生学上的一个验证 或者说有历史上已经确认过的 叫marker基因 marker的话就是说它可以标记 而差异基因的话 我们就是它只是说是群组和群组之间的差异 那么如果说它是差异基因 而且和我们的marker基因 之间有一种overlap 那这样的话 更就是它差异基因的话 就是说它是比较 在这群里面是比较特异的这些基因 最大我们也更可能就相信 这群的话就是这群marker所对应的细胞类型 这是两个概念区分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工具 它里面写的函数名称就叫marker 或者方的marker 好像是告诉我们再去找marker基因 其实marker的话是已经不有的身份的标记 而差异基因的话 只是它的差异分析做出来的 另外一个视角的话 就是我们在理解细胞类型的时候 就是说有两个概念 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有个叫轨迹 有个发育 我们发育我们是知道是已有的知识 然后我们知道可能 骨髓里面的细胞可能分化到免疫细胞里面 然后这些概念都知道了 它怎么分化的一个一个过程 然后受哪些细胞硬子的调节 这都是清楚的 虽然说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大致的轮廓 我们是能够汇出来的 就是每个细胞的 它的发育的一个基本的过程 但是轨迹 就是我们单细胞分析里面 可能基于这个数据 我们可能不知道它 我们指测了每个细胞的转入组的表达情况 那并没有说每个转入因子 然后是怎样的 然后匹配拿上去识别 对吧 所以它只是会出了一些轨迹 就是说能够推断出 哪些细胞可能有相互的一个关系 也可以说某一群细胞内部 它的意志性就是细胞 比如说B细胞 可能出现不同的一些状态 那这个状态也是我们没有细胞因子 也不能去描述它 可能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概念 叫你时间的概念 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个分化了一个 先后顺序 那这边就是说 其实也是我们数据和我们的升学知识 结合的一个点 就是轨迹和发育 它也是描述我们细胞类型的一个方向 然后到这边它就说我们传统上可能会去定义一个细胞的形态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早期是如何识别一个细胞 可能是我们首先是分离 然后可能去通过承吸或者是离心 或者是通过染色 然后或者是通过流逝 就加这个marker 然后去抗体去标记它 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人体内的细胞有很大一部分 cd细胞有免疫细胞marker 那这是1982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免疫学会议上 我们数据学家一起统一定义的 就是说它可以去能够有识别性的识别到我们的特定的一些细胞类型 那目前这个cd系统已经有应该有两三百个命名的基因 或者是它的抗体 然后到我们这边 而且也有一些就是说专门对于免疫细胞里面有些marker 我们就说后面这张图就是cd4的marker基因 它可能是列了很多 在不同的条件下 我们如何去通过加不同的抗体 然后把cd4的这些基因 这些细胞给coding出来 然后识别出来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对吧 但是我们单细胞这边可能就是它的细胞类型的丰富 而且它的就是说 也出现了很多的 它就是针对通量比较高的这些marker的出现 比较有名的就是cdmarker 对吧 它里面可能每个细胞类型 每个组织器官收集的很多这个marker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它可能会表现的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发现有些细胞类型 因为它里面存储了十几个甚至上百个的基因 所以它marker 这样的话我们找出这些marker 可能和我们的差异精去overlap是可能有些困难的 另外就是朋友db的话也是就是设计了很多 关于细胞类型对应的一些marker 而这边就是db的话 它里面有一些也提供了一些基因集 那这些基因集 就是有一个seeker的话 就是它里面也提供了每一个细胞类型 可能对应的一些marker基因 其实就是一个细胞类型和marker基因对应的表 那么我们在做差异分析的时候 得到一些差异基因 但是差异基因有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marker基因去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一看cd79i 然后我们就知道可能是细胞的 那么有时候它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面 就是找不到这些不一定的marker 某一群里面有一个基因 它的名字很陌生 那么我们通过找文献或者是找一些数据库里面 并没有找到这个marker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经验就是说 我们可能可以去这个基因卡里面去查 查这个基因 它所决定的一些通路 或者是它的一些功能是什么 然后来确定这群基因 通过也通过几个差异基因 确定这个基因 它可能实现的通过这几个差异基因的功能 来确定这群细胞 它可能是属于哪一个类型 或者它在我们称呼体内的话 可以执行哪一个功能 那这边可能是我们的定义 系统的细胞类型的时候 比较可以比较用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查它的 每个差异 每个mark基因的 它的基因卡里面信息 基因卡里面当然比较全了 每个基因它的介绍都很详细 然后单细胞 就这边不仅扩展了 我们的每种细胞类型 它的它所表中的marker 而且也提供了大量的表达谱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拿到表达谱 而且这表达谱 如果之前作者已经做过一些细胞类型的标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知表达谱里面去学习 我们自己的数据里面 可能有的表达谱 可能有的细胞类型 那这样的话 就是单细胞这一块 我们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细胞图谱 目前这边 也经过三年 三年发展 也其实里面放了很多的数据 应该有两个学业里面的免疫图谱也有了 就是做学业的 你可以在里面参考一下 另外 Iden这边的话 有一个抗实验是AI的话 里面也有一些关于Iden的一些细胞图谱 通过两个已知细胞类型的图谱 和我们未知细胞类型自己手里面的数据 进行Mapping的话 然后去构建一个 对细胞生分的识别 那么第三个的话 就是人类的图谱 那这里面有人类学业图谱 就是中间这个红色的 这里面也可以是 这里面也可以收每一个基因 它在BACR里面 每种细胞类型里面表达情况 如果高感到的话 然后我们的BACR基因也是高感到的 那这样的话 可以可以增加我们对识别 某一种细胞类型的信心 那么第四种的话 就是可能是构建自己的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藏老师这边的话 他做Iden和免疫的这块 我们实验室的话 就很多这个基因类似的 就是我们我们绑定T细胞的亚型 哪些或者是B细胞 或者是Z3细胞 对吧 就有一些已经有的经验 可能是在构建自己的数据库 然后自己在定义细胞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这些 先把这些Marker基因 先在我们的比达谱上去画一下 看看它哪一区里面是高百达的 然后就可以进一步的 就是某定我们所要定义的细胞类型 第三第四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说细胞类型的话 有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问答 Ucell 这些是名字比较好定的 有些什么名字 名字是不是很好定 比如我们经常是刘四老师 可能知道 经常是某某基因加 或某某基因加加 或者某基因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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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 定义某一个细胞类型 就是说关于细胞类型的 它的描述 就是说在学术界的 还不是很统一 那这边也有 其实生物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能够统一 就是说能够使细胞的描述 包括我们之前的细胞系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癌症细胞 它的一个构建 它的 构建一个像GU的一样本体论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们在描述细胞的时候 把细胞的一些marker 和有目细胞的一些相互的关系 都拉到一个话语体系内 这样的话 我们在描述细胞的时候 就是更加的清楚 而且也有利于我们 在细胞生物学家相互之间的沟通 目前 Sheriotology 它在细胞类型鉴定里面 我看到就是在生管儿里面是用到的 就是他生管儿里面 我们做完细胞定义之后 我们也可以去做 Sheriotology的一个分析 就是看它细胞类型之间的 一个关系 而且它每一个像GU一样 它每一个给一个CLO编号 那这个编号 我们也可以看通过这边 有一个看到的每种细胞 它的功能 它的marker是什么 也是一样 但这种工具 目前还在发展当中 不像GU的 用的这么广泛 但是目前应该是一种趋势 然后我们可能在做细胞类型鉴定的时候 我们拿到了一些marker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先去画一画 然后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经典的方法 就是可视化的方法去建立细胞类型 首先我们做剧类 剧类完了之后 我们找了差异基因 差异基因我们和marker基因作为overlap 然后这边我们看overlap的基因里面的北达情况 然后我们不管是在我们路口里面 或者是一些客源的软件里面 去画这个差异基因的表达 中间就是先把基因的可视化情况表现出来 然后我们去识别某一种的细胞类型 而最终判定某一群的细胞类型是什么 是怎样的 这边就是单身可视化的方法 有一种缺陷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批量的去做 它严重的依赖于我们的人工时间 我们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 那种可视化就没有作用了对吧 所以我们还需要开发一些其他的工具 来去做细胞类型的鉴定 那这边就是我们model里面在这种方法 就是甘利测的话 它是也是它是把我们以这些细胞类型的话 像我们左边这张在码框里面放的 每张细胞类型 它给一个特殊的这种基础结构 以大约号作为每个细胞类型的标记 然后下一行的话是它的可能表达的马克基因 然后这下的话 你再下这下行的话 你可以定义它表达的一个水平情况 然后再下一行的话 我们可以定义它这个马克 为什么说它是b系络的马克 可以给它一些reference 就是说我们看这篇文献里面 它说它是它的马克 对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非常系统的 就是组织成这样一张表之后 然后我们通过 先把我们这张表 然后通过就是说一个模型训练出来之后 可以拿到模型之后 然后直接去训练我们的数据 然后可以用来做我们细胞类型的一个鉴定 这话好处在于它并没有算很多的表达 表达谱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非常的快 它只是看我们每种训练形下 对应的对应的这些马克基因 表达的情况就可以了 虽然我们表达谱里面有两万多个基因 它并没有每一个的去考察 这边目前Galit的官网 它已经总结好了几种模型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去用 应该是有5种模型可以用的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篇文献里面 你可以找到它的链接 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做相关性的 就是生根R去做相关性的分析 它可以就是说拿一个已经知道的 已经知道细胞类型的表达谱 然后和我们未知的这种表达谱的话 叫做相关性分析 它用的方法主要是是PMI相关性 我们就说每个细胞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基因的表达 那么我们拿已知的和未知的做一个相关性 如果相关性很高的话 它可能就是这种细胞类型 对吧 比如我们我们的bucker 可能是 对应的class1 那class1它和我们b细胞的表达谱 比较 相关性是最高的 那么我们就更加相信 这个class1的话可能是b细胞 然后这边基于表达谱的方法也有很多 就是比达c match crafra 它都是这种方法 然后就是说最值得提的就是生管 生管的话应该是比较有点比较成熟的 在这方面就是生管性方面 因为它应该是7月10号左右 在我们给达谱上面 它就是开源了一本就生管的一本书 在里面从细胞类型的鉴定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 Ceratology它都有所涉及 也就是说而且提供了两个案例 这样呢也就是说不仅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教程 它就可以从我们的 从细胞类型鉴定的基本方法 还有它的使用的 还有它使用的具体的教程 还有它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我们的 细胞类型鉴定的一些思考 感兴趣的老师的话 可以在给达谱上面去下载这本书 然后来去阅读 然后这边的话就介绍两种 就是我们这边 白奥之后这边就是参与开发的两款 细胞类型定义的一个软件 一个叫Sibet 叫Undercel 那么Sibet它是基于我们表达谱去做的 他们考虑到就是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到 是每一种细胞类型 它的数据上的分布应该是一样 就是基因表达的分布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的B细胞 它的细胞类型表达的概率分布 它和我们的T细胞应该是不一样的 它从分布的模型上去考量 然后去最终把我们 从我们reference 里面学习这种模型 然后从这种模型的话 来去反映出我们需要去定义的这种 达谱的每个群的一个细胞类型状态是怎样的 它的好处可能就是比较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 robust 也就是说均性比较好 然后另外就是说它是一个RBOS开源的 另外也有网页版工具 后面我会介绍 然后是Undercel的话 这个是基于我们的马克基因去电影的 然后他参考了我们的GEO的注释 它不仅是给我们每个细胞类型一个标记 而且给我们细胞类型的话 每一个标记为什么这样做 它的马克基因是什么 它在可能在哪些通路上是复级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能够给我们做细胞类型鉴定的时候 更多的一个在生物学上的一个思考 它不仅仅是一种模型了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用Sengra做的话 可能就给一个标签就这样了 其他结果可能就没有了 而这边Undercel的话是会给一些显眼的知识 也会返回到我们的界面上 然后这边Undercel的话是目前还没有开源 目前我们这边是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然后下面就简单说一下 ICR-BET ICR-BET 这个就是今年我们张老师发在 NC上面一篇文献 然后这边数学上的原理 我们就不再深入的去解释了 就是它是考虑到每一种细胞类型 它可能符合的一种状态分布 它前提的话是依赖于我们这种 商检验的这种方法 就是首先找出这种差异的基因 表征每一种细胞类型的差异基因 那如果找到之后 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表达谷里面 去学习我们的每一种细胞类型 它可能对应的 在我们参考 在我们reference里面的细胞类型是怎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做的一些 SIP做的一些测试 就说它我们可以跨平台的去测试 两种一个是16年发的文章 在SmartSig上面 另外一个就是18年发的SmartSig上面 还有16年发的InTruple上面 不同平台上面 然后我们都用这个SIP去做出示的话 我们发现它的相似度非常的高的 就是基本上细胞类型 都能够对应起来 然后另外它就是说它在我们的效率上 还有在准确率上 我们和比如说有名的ICMAP 或者是123 所以上它做reference的时候也是Mapping的 然后它的一个准确性 ICMAP在准确性上也是比较高的 就是它在效率上 还有准确性上比较高 那这边的话只有两个原因 解释 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基础模型 它首先是可以通过我们的reference 表达谱 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来 在后面的话 我们直接运用模型就可以了 我们不需要再去像生网上一样 然后去算两个表达谱 同时去算 这样的话就是 像生网可能就比较慢一些 那SIP的话 它就是10月推了模型之后 直接用我们模型 然后训练我们的 在设设设计机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生网 SIP的话 它写的时候 它的核心还会是用我们的C++写的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在效率上也会极大的提升 我们知道R远的话 它本身在我们几层上逻辑上的话 其实效率并没有C加加这么高 这是我们效率这么快的一个原因 但目前的SIP已经相当于完全开源了 我们如果熟悉R远的话 我们可以去下载这个包 在GataHub上面 然后去安装在我们的系统上去使用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面也提供了很多的 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就是说 如果是主要的一些SIP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找训练表达谱 我这边已经把我们用到这边 常用的一些表达谱都已经训练成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在R里面接受 LoudModel 然后就可以去用了 另外如果说对编程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网页上去用 就是直接我们上传我们的表达谱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然后选择一个 或者选择一个需要Reference的 就是左边的右边的一个需要选择 选择的SIP的Reference 真的好 这我们就可以去做我们的预测了 然后另外我们讲完这种常规的两种方法之后 我们还有一种在 大细胞类型鉴定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就是可能我们不管通过Marker也好 还是通过Reference也好 我们找的类往往是一些比较大的 就是说已经知道的一些类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想在大细胞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稀有的类群 甚至是说我们传统上 可能很难定出来的类群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看到15年还有16年 然后还有是19年 你分别发了不同文献来去就是说来识别 来去Catch这个稀有的细胞类型 然后这样这边也是方法的话 就是其实它是算了一个先转出大类之后找一个背景值 然后在背景值里面找一个离群值 然后这样的话来识别出每一群的 哪一群可能是一些稀有的类型 然后它只是识别出了稀有的类型 但这种类型它是属于哪种 它是属于哪一种细胞 可能我们还要看它的一些Marker 或者是和我们义务的知识去比较 他们知道这种系细胞类型是属于哪一种 它只是提供这一种思考的一个框架 然后这边其实也出现了 就去年的话也出现了很多 因为我们一般年做单细胞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细胞类型 鉴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就是分出很多class的 我们不知道去定义 或者是我们只用了两三个Marker 就把一个细胞类型 就说它是它 它就是B细胞 好这样 然后19年的时候经过 特别还有20年的时候 就是很多做细胞类型鉴定的工具 和软件被开发出来 当然也有一些实验室 开始他们擅长的工作 就是把不同的感觉都跑一遍 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效率怎么样 然后去比较一下 这边文件是19年出现的 就是说它比较了入图所列的这么些方法 然后它的一个所用的语言 或者它所用的底层的算法是怎样的 比如说有的是SBM 还有有的是LDI 就是它不能算法的话 其实都是一种一个监督的方法去算的 因为需要我们提供一个 以右的知识的材料 才能够去学习出来 那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细胞类型定义的时候 从一开始我们苦于就是说没有工具 到后来我们就说有很多工具可以给我们选择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办呢 我推荐大家的一个思想 就是说一个奥卡姆奇奇道原理原则 就是说如无必要无尊实体 就是说我们没必要把每种软件都做一遍 然后看看结果怎样 我们的数据里面可能有哪些系络类型 比如说我们可能刚那次去定义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定义出 我们想要定义出来的学校版 或者其他的 那我们就换其他的 换一个生管 而且定义看能不能定出来 这样的话这样去试的 我觉得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就是它每一种积极学习的方法 每一种就是自动注视的方法 它都有它的一个优点 但也有它缺陷 大部分定义的时候 就是说也有他们所特有的 就是说 但也有有些时候 他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overlap 就是说大类都能够识别识别出来 但有些小的 就是我们特定的送选实验设计的 有些差异的技巧类型 可能还有需要我们手动去找 这边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刚才我们一开始思考了 就是说每一种细胞的话 其实它不仅仅本大谱这么一个特征 当然我们单细胞里面 单细胞掌路组 可能我们只有这一个数据 对吧 但这也会影响我们 就是说可以从其他侧面来 来去推断这种细胞类型 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 理事分析 看看它可能的一个分化 一个状态 RN velocity 看它有可能细胞之间的关系 来去推断它 每一种细胞生是怎样的 如果是这边的话 也会有一个文献 就是说我们如果哪一个细胞类型不好定义 但是我们知道它在Mark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数学实验 就是我们获得我们流逝 然后去根据我们的一个知识去判定它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 其实Calling 出了一个新的细胞类型 也是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的一个亮点 就是可以用我们参考的技术 然后去结合我们长路组的数据 去做一个比较 但我们说参考技术 它不仅限于我们 这个这么厉害的两个流逝 还有一个是 颜色方法了 然后我们刚才介绍了 就是细胞类型 它的差异的来源 还有细胞类型 鉴定的一些方法 最后两个是基于Marker基因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基于我们的表达谱 还有可能会用一些中学实验 然后去验证我们的一个新的细胞类型 那么我们在搜我们这种关键词 就是说细胞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软件 它们是就说 assigning 就是cell type 然后还有是 identification 就是说细胞的身份 然后还有是 就是说去做注释 还有一些就是 alignment 去和我们比达谱比对 还有一些 plus 这可能做生性的老师可能会知道这些概念 其实和我们之间进入里面 一些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我们说去如何去思考细胞类型 或者细胞的身份 其实我觉得应该把细胞类型 这个cell type的概念 就是在我们战细胞里面 要换成这种细胞的身份 就是一个细胞 它的特异的身份是有什么决定的 那这边我们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篇文献 就是它是我们看到这个名字里面 可能会知道它是做新冠的 然后它的就说特点就在于 它并没有去画某些细胞类型的 marker 然后去展示怎样的 它找了一些就是说细胞因子 那么细胞因子就是说 在新冠病人和正常人之间的一个比较差异 那这样的话就说 它可以说可以反映出的细胞类细胞因子 就是说会受我们新冠受感染的一个影响 那这些细胞就因为细胞因子这些基因的 它也表达 而拥有它自己的一个身份 对吧 那这时候就说其实细胞类型 本身上来自于人来讲 还是它取决于它的一个所特异的这些基因例子的 然后如果说我们找到新冠的和正常人之间的一些差异的基因 那我们可以说找一些通路 那这些通路也会绑定到一些特定的一些细胞上面去 那这样讲句故事来了 也就是更好的去识别它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一个细胞它是有身份证的话 它这个身份证不是别的 就是它所特意表达的一些基因类似的 然后这可以是我们的传统的 就是说 SIMMARK 就是说可以是MARK基因 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基因 来去确定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身份 这一点的话 就是单细胞这边对我们传统的细胞类型的概念的一个补充 一个丰富 然后这边可能还有还有就是最近可能 LT就是说有一些单细胞的一个Panel 那Panel里面其实本质上也是放了一些基因类 通过这些基因类的扣领出特定的一些细胞 也就相当于是通过某种命令 把由特定的身份证编号的人的身份证号给提起出来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张老师发了一篇关于肿瘤的文章 但我不是在这里讲这篇文章 大家看这张热图 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把我们这张图谱里面的细胞分的这么细 大家可以试试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图谱里面 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免疫细胞 还有T细胞 还有骨髓细胞 很多 它分了两个三个类之后 它每一个分的非常的细致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张热图 就是它这里面明显的我们所谓分析的一个特点 就是有中间有一条彩色的条带 那就是从左上角到一下角 那我们要绘制出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要修哪些知识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要对上面对细胞进行一个分群 我们可能知道上面有一个 上面有一条色调 这里面是不同的类型 每个细胞类型下面又有不同的亚群 那这个亚群我们怎么去绑定呢 看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每一个命名的话 后面带来一个基因名 它就说其实每个亚群 它就是每个特征的基因 来进行去进一步的刻画 每一个亚群所代表的一些功能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想要后出这么一张图的话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 第一点就是关于细胞分群的知识 也就是它的纵向的 这些细胞的排列的顺序是怎样的 那么第二点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这些细胞排列的基因是什么 有时候这个基因如果选择同样的基因集 那么如果我们排序的顺序不一样的话 它可能颜色在我们的图图里 在我们的热图里面 可能就展示的比较凌乱 那我们就看到这边的话 每一个大的这些基因集的话 都是有一些能够特定的都标出来 然后在主场面都能看到 每一个大的色块是怎样的 但这样的话就是说关于细胞的 我们说剧率的话 这一点是非常好做的 就是可能我们用过 做大型科学分群的时候可能知道 很多工具的话 就是一个命令就可以出来 这么一张分群的结果一个热图 但要想要找出特意的这些基因 而且能够把这些 细胞类型能够封得很开 特别是典型的中间这种色调的话 这其实是要依赖于我们 对于这些基因 每一个基因类似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然后来去判定每一个基因 它是每个亚群 或者更小亚群 它的一个细胞身份是怎样的 其实这张图的话 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就是这位是做肿瘤的老师 就是它细胞的抑制性非常的高 也就是我们用传统的mark 不能定义 那我们可能需要找新的mark 对吧 但是这些mark的话 如何把这些mark的生学知识 把它定义到我们的细胞类型上面去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 就是在形式上 或者在我们选择基因基因上 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然后中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我们讲细胞类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关注到细胞的每一个亚群 它的一个差异基因是什么 如果有差异基因的话 我们可以 如果有mark基因的话 我们可以和mark基因 直接做一个overlap 然后看它差异基因 可能是哪些mark基因 然后看它一个身份 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从表达谱去manpin 然后就是通过两个表达谱之间的相似性的 然后来去判定我们的细胞类型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两种方法 都是只能够识别出我们已知的细胞类型 对吧 如果是肿瘤里面 有些特异性的细胞类型的话 我们这样是学习不到的 而第三种可能规见一些模型 我们知道每一个每种细胞类型 它的基因的表达的一个概率分布 应该是一样的 基于这个的话 我们srbeta也是可以去学习到一些细胞类型 的 那这边的话 中间这个就是块 它就是说 我们说其实每一个细胞 它的细胞身份的话 其实是由它的一些 细胞基因或者基因历史来去决定的 那么基因历史它的背后是什么呢 我们想可能我们做过传统转络 我们知道每个基因历史的话 可能是对应的一个passway 那么passway定什么 可能会对应的它所 调控的一些特定的生物学过程 所以说细胞类型是什么 或者细胞的身份是什么 它就是说它是在我们生物体内 执行特定的一个 综合过程的一群细胞 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通过了 手动用的注释 或者是机械链注释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这些细胞类型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它为什么是这种细胞类型呢 我们说找到一些buckers 它可能3000个 它是定义的T细胞 那为什么是T细胞呢 但是比如说它 Marker是T细胞 那它Marker是T细胞 就是说这回答完这三个问题 就是说它会在生物体怎样的存在 其实我们关于单细胞的一个 就是中油 相当于可以说中油的分析 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了 就是说有没有新的细胞类型 细胞类型是怎样的 它的生物体是什么功能 这几个问题都能够回答出来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说 如果做不同病人之间的比较 那这个基因粒子的之间 具体到哪些通路上面去 其实到后面可能是更加深入的 再去分析到就分到就要讲一些 分子生物学的一些故事 那细胞层面的话 我们说细胞层面能够 它再往上走的话 可以通到我们的组织学 往下的话 可能通到我们的分子生物学 那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个连接点 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通路的选择 一个确定 那么基于以上 就是今天我们所有关于细胞类型的 一些思考 当然也推荐了其中一些文献 还有一些方法 再开始想象一下 就是说 如果这些方法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手里面的细胞 表达谷里面所有的细胞类型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怎样做呢 现在我们可能会想每一个细胞 它在我们表情上面的一个差异 是怎样引起的 我们更可能就是说 把这些细胞类型和我们的临床数据也好 实验上面其他数据也好 进去结合起来 然后去去解释 它是为什么这样的 它怎样是它的功能的 对吧 那最后呢 就是分享一下我们毛主席的 在时间论里面一句话 他说 感受到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我们才能深刻的感觉它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分一衰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人家看到几个基因觉得这基因非常的好 或者说是非常切合我们的 余有的味景 我们看就像我们看到 CD3D CD3E这样是细胞 然后看到CD79I 这B细胞是一样 这突然间看到了 就是觉得非常的 就是说能够切合到一起 但我们可能也不能理解它为什么出现这个亚群里面 或者是怎样的这亚群的功能 就这这一群是B细胞的话 它如何和我们的临床数据 或者是其他数据结合到一起 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些 就是说做一些理解 但我们理解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我们比较普的时候 我会发现比较普上面不只是一些点 或者是一些西伯利型的标注 它可能就会反映得非常丰富的送求过程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课程 下面就是关于我们这边白话智慧的话 就是依托于张老师的团队开发一些工具 特别是在我们免疫 或者是总留在一块 在单线报告分析方面也有一些经验 欢迎老师和我们去合作 下面就是一些提问环节 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关于西伯类型的鉴定的 我们可以去讨论一下 好的 大家现在可以开始提问了 今天周围来还是讲的很快 导致我们这个时间可能预估的不是很正确 不过没什么关系 大家就是多提问 然后大家也可以加小助手微信 以及我们反映智慧公众号的微信 最近有我们百昂智慧参与编写的这个单细胞航研报告 也已经正式发布了 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 在后台回复报告两个字 就可以领取这个单细胞航研报告 欢迎欢迎大家进行领取 这个退出吗 这个 不用退出 我从这儿谈议 然后 陈老师问的是 Sirenger和Sirenger的分析哪个更可靠 目前的话 其实这两个是两 其实是两个分析的方法和思路 我们之前上 昨天其实讲过 Sirenger主要做的是定量 就是定量出表达谱来讲 会以下一个分析的话 基本上现在都是用Sirenger去做了 但两个更可靠的可以 这也不是绝对的 抵抗我们分群的结果 和我们预期是否去符合 预期这个词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 关于生活学背景的一个轮廓性的认识 就是说如果符合预期 就可能更加的契合我们的生活学背景 分群数量怎么确定 分群数量的话 其实我们前期的话 就推荐大家 就是尽量的多分一些群 然后去每个去见领它 而不是说先分的群不多 然后再去 到分到后期 然后再去对某亚群再分群 那么分群数量怎么确定 其实其实是一个 昨天我们也提到 就是关于分群分完群之后 每个群它的一些程度 或者这个群有没有一些 一致性 群的一致性 也有一些算法去做工作 但是目前可能在我们分析框架里面 最常用的 可能如果不想引入新的 再去把我们的数据 再导入一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做一个class 看每个细胞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个class 就是我们之前 PPT没有展示 就是从零开始 每不断往下分的一个 柳条状的图 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种图 然后确定就是说 如果分支出现了 出现了分叉越来越少 那这时候它可能比较稳定了 那么就选这么一群就可以了 西方类型定义模型是什么 模型就是事业上的概念 就是说 有时候它是用表达谱去Mapping的 然后两个表达谱做相似性 有时候就是我们修 我们首先接触一个第三方的东西 就是说一个模型 而就是我们可能是训练一个 我们克力议成一个公式 然后训练好之后 然后再拿这个公式 然后再套我们的数据 然后再把我们数据里面 西方类型给识别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现在关于西方类型定义的模型 有很多关于记忆学习的 这样的话 其实本质上西方类型的鉴定 是一种有监督的记忆学习 所以很多方法在英文道里面 网络叔说每个marker都有很多重复 怎么取舍 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marker的话 就不是很特异 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 是不是说我们的细胞类型 细胞群分的太大了 然后需要再分一下 然后才能够看到 或者说这些marker的话 他这些非常重复多的这些marker 它是代表了哪一种通路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几个群里面 是非常重复的 如果是两个群里面有同样的marker 我们可以把它定为同样的细胞类型 这是没关系的 如果在同一种群里面有不同的marker 已经都是高表达的话 那这个思考我们这个群它的一个特征 分群一般反复多少次才可以去下来 那这可以 这是根据我们的 那叫什么 数据还有经验来的 就是这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 技术 TCR 色序的话 这次课可能是没安排 本来我们是安排了的 但是已经超过一周以上 因为我们可能这次课会讲到周六 所以以后我们会安排这个TCR的搜集分析 还有TCR结合 RNR搜集分析的一个课程 可以大家关注 如果基因的marker 和已报道的 这个意思应该是说 如果已经 如果是基因的差异基因和报道的 那个mark基因不相符 应该怎样去操作 这样的话 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那些报道的话 它肯定是这个marker不只是它 只是做差异基因这么简单 肯定做了一些更多的一些验证 或者其他方面的去 大家才能够说这个marker是某个基因的marker 那这里我们就需要思考 我们的差异基因做的怎样的 我们怎样做差异基因的 怎样选择的 因为我们知道差异基因的不同方法 还有差异会导致我们返回不同的 差异基因的历史的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可能会要思考为什么 然后我们才思考如何怎么办 如果亚群间重复的基因较多后 如何进一步细分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说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尽可能的细分 然后如果说出现了某一群 表中的marker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种亚群进行 才进行重分群 就是相当于是 先把这亚群的细胞都提起出来 提起一个小的一个百大谱 然后再进行二次的分群就可以了 分到几个群之后 然后再看这个群的 每一个群之间的差异基因是怎样的 然后再看 我们刚才重复的来参与基因是否因为我们分群之后 分到不同的群里面 然后才可以把这个群里面没有亚群 根据这个marker经验再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 虚业和骨髓的其实虚业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 虚业的话就是pbmc是吧 pbmc的话 其实比如说Selter里面自带的数据机 就是pbmc的 它里面两套数据都是给了细胞定注视结果的 我们可以直接从Selter里面去学习它 那么骨髓细胞的话 其实也是要考虑和我们鉴定 你不认鉴定的是T细胞 B细胞这样的可能是找一些marker 我们这边是有一些marker的积累的 然后可以去往查一下它 但目前没有说针对针对学业 或者针对骨髓的一个二胞 它可能是写的 所有的二胞基本上都是 我知道有关于针对总流样本的一个二胞 它说是可以鉴定总流样本的一些细胞类型 但是针对这些学业的 好像没有独立的二胞 可以找一些北达谱 或者找一些marker是可以的 宋老师问的是 没有科拉斯 他已经在你可能一个找这样靠谱吗 这是所有的 关于我刚才讲的 可识化的时候也会提到 就说讲可识化的方法的话 它是比较耗时耗力的 就说你不管在哪里找 找到拆机之后你就画一下 然后不管我们还是用R语言画 还是说用我们的路口画 或者是再往页上去画 他总要画一下 这样的话非常多耗费能力 我们说首先是西伯类型的策略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先拿了表达谱之后 做完基本的指控 我们就会用机器注释 然后去看一下可能的西伯类型是什么 然后如果对于这些西伯类型有一些 和我们的分析不弃合点或者一些没入市道的 我们这时候我们再去找新的Market去去注释 如果说我们这边实验室里面有积累的一些基因历史 像我们站在这边的话 我们会积累到很多不同的免疫细胞的一些Market 我们首先拿到样本之后 我们首先会把这些Market先画一遍 那么我们说如果画每个数据库里面的基因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吧 对非模式生物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如何去分析 其实分析的收入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降维G类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么可能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非模式生物并没有那么多的 可以参考的表达谱 也没有那么多的Market基因去给我们用 我们怎么去建议这些细胞类型呢 而这边有个思路就是说同源基因 同源物种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分析的物种是有同源物种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相信同源物种的话 它可能会更加的相似 很多基因也是表达模式也是比较相似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学习出来它的一些细胞类型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就是说单细胞这边可以让我们思考的 一个细胞类型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从个参与基因 去看它的一些通路是什么 然后来去看它的身份是什么 它可能并不是在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非模式生物 有些时候它是比较稀奇的 并没有说哪些细胞类型是什么 它可能需要我们去奠定一些新的 就像我们张老师那篇文献一样 它里面用每一个不同的基因 来标记每个群的可能的一个亚群 这的时候也是一种 在文献里面也是一种方法 其实就是说为我们讲故事 提供一个标签 但是标签是有生物学意义的 然后老师问 展示总流组织不同的亚群的 Marker基因是用 是用不同西方类型 基因表达的平均值吗 这边的话是 就是有时候在这个的话是看做图的一些机器的细节了 就是如果我们表达口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能我们可能要去取平均值或者是当生本 然后就是从台下技术去做 那这样的话就是要看我们具体的那个数据量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接用数据就不用几平均值就可以去做了 由于我们知道里面分群的话是有分群的标签的 其实每个就是我们每个色块是给它一个细胞 还给一个平均的一个表达 表达情况的 这是看我们的一个数据量的大小 细胞分群哪个方法比较多 相对来说整个性更高 这个的话其实很上 昨天我们也讲到就是单细胞设计分析 它一个工具的特点就是很多工具都是集成式的 比如说分群的话 目前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个是 Selranger的话 每次它都会运行一次分群 另外一个是Selrter的话 它也会做一个分群 其实分群的话 它是一个系统的概念 它是非监督的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些参数 来控制它的分群的数量 所以准不准 这个底线在哪里 还是在我们生物学上的一个解释 解释 Selr的话 识别细胞类型只分为比较大的类 不能够分为细胞类型 比如说装饭器的 对这样的话 这是许多 就是说阿包或者是机器注视的一个特点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它只能识别出一些大类 而且像Selr这样的话 它是严重 依赖于我们所选择的 选择所选择的这种 reference 如果reference 里面 标准的细胞类型比较少的话 那么它可能是比较非常少 那么我知道Selr的话 它可以基于两种模式 一种是基于class去定义 例如它可以基于每个细胞去定义 如果说你可以基于每个细胞的话 这样的话可能会计算的速度比较慢 但是它会定义更加的细致 就说可能每个亚军里面可能会定义不同的系络类型 这时候也是要去考虑 这亚军里面可不可能出现这种系络类型 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提供了一种方法而已 然后李老师问的是如果 这个的话其实分群体可能尽量多一些 其实是我们是对着我们刚才卡斯吹图来说的 不是说我们分的越多也好 我们不能说把每个细胞分的非常多 再有两个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小的群的细胞塑料是多少个 如果你分太多的话 最小的细胞塑料最小的群 就是往往是最后一个群 就是可能第三十个第五十个群 它只有两三个或者只有几十个细胞 这样我们就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分的太细了 对吧 一般的话就是像5000个 也和我们的细胞意志性本身有关系 但是二十三十个是正常的 我觉得它不能是二十个和三十个 如果太多四五十或者是一百以上 鉴定出来非常困难 然后杨老师问的是12的方法找差异精 怎样选择方法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然后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它默认用的是 well course 方法去检验的 well course 它是一种非常的方法检验 就是基于这种自和相当于自和联业 它会进行一个排序 的方法 而且这个sletter它提供了应该不应该是六种 还是六种以上的方法去做这个差异分析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不同方法的话 会得到不同的差异精的历史的 那这就影响到我们去评判细胞类型 是什么样的一个依据 所以老师会这样疑问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去考虑到两种 一个是模型的适用性 如果我们的细胞数量特别的多 就是吸收性特别的大的时候 那我们在well course 检验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算不出来 可能well course 这个模型根本就适用不了 比如说我们10万个基因 或者是50万个基因 50万个细胞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 well course 和t test 现在算出来 虽然它是比较快的 但是算是太极呢 有时候并不是很明显 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一个抽的话 它会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就是基于我们8个人的方法 算出来的 它基于我们一个细胞的表达符 它的一个分布概率情况来去算的 那这时候也和我们的数据量有关系 如果说前期的只是数据探索的话 我们首先推荐大家 就是说没必要纠结这一个方法是好是坏 就是说我们就默认的一个参数去做就可以了 而且他考虑出来 虽然说每些的方法考虑出来 那个找出的菜筋不一样 但他还是有没有办法 都是有一些overlap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单级波里面 可能找到一个菜筋 而例子可能会很长很长 但是我们用到的可能是套不几 套不二十 套不三十 如果这也是一样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纠结下面的方法了 对吧 周老师问的是热图教程 热教程的话其实有很多 你可以在网上去搜 R语言热图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是原代码的话 可能到文章里面看他们有 文章里面有没有提供原代码 其实这个热图的话 关键是两点 一个是细胞是如何排序的 然后因为是基因如何排序的 如果基因的上下顺序不一样的话 他中间的小色带也是出不现的 出现不了的 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基因的 但你可以选择进行排进行聚类 聚类之后 它肯定会相似的模式有聚到一起 这个教程的话 应该是网上很容易能试收到 就是PKMAP也有 然后各种HeadMap RBO应该都有的 主要还是基因级的选择 觉得是画热图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我们这边 王老师问的是分群 大概或者是先分大群再分亚群 还是说我们这边的建议是 尽量的分开一些 然后去建议每个细胞 每个亚群的类型 而不是说先分两个群吧 然后分完之后分别再去分群